这是电影《异形战场》的外星人现身在台北街头了吗 丹安警卫队有一名远警因为疫情严峻 他自掏腰包购买了动力滤镜式呼吸装置 透过这个装置送空气到头罩内阻绝脸部跟外界的接触 整套装备下来价格超过4万元 这个远警就站在临江市场管制人流 造型十分吸睛 不少民众看到都觉得看起来裤子外星人 远警在市场管制人流 不过这个装备真的好吸睛 转一圈看到这个后脑勺的造型 有没有让你想起难道是电影《异形战场》里的外星人 真的来造访地球了吗 他好像有像外星人 很帅哥很帅 像我们年纪大的人这样子要放心 高规格的防疫装备造型太抢眼 远远警自己也觉得好有趣 台北市大安分局竟被对了雷性远警 因为疫情严峻自掏腰包买了一组动力滤镜式的呼吸装备 除了头罩 外面在一层极间的外罩完全阻绝脸部与外界的接触 后头还有一条送气管连接下方最核心的装置 动力滤镜式呼吸器 直接把空气送进头罩 整套装备要加破四万元 造型真的好酷 像极了外星人 其实当时我在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 它的后脑勺这边的确很像外星人 他们会好奇说这是什么装备 有人会说这个是吸带型的冷气吗 远警高规格防疫装备站在临江市场执勤管制人流 大家忍不住多看几眼 就担心他难道不热吗 因为他不断的送空气进来 所以我们里面是不会起雾的 不用怕动力式呼吸装备 可以持续送入经过过滤的新鲜空气 防疫不松懈 就连远警的自我配备 也跟着强化意外炒热话题 记者王正杨文豪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